大家好,这里是火星的花园 现在要开始冬检了吗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冬检月季 我们要注意一些什么 首先第一点就是冬检的温度 大家一定要选择你们那个地区 冬天最冷的时候去修剪 或者就是温度稳定在六七度以下的时候 就可以去给它修剪了 然后像两广地区没有这么低的温度的话 在十几度的时候 大家可以给它适当的去修剪一下 也是对明年春天开花有一定的好处的 就是要注意的一点就是 像月季它冬天不一定是叶子全部都掉落的 可以看一下 它其实是有一些叶子在上面的 所以大家其实没有必要去等 一直等到这个叶片全部掉了之后再去修剪 其实你会发现你等了一冬天 它叶子都不掉 大家可以在温度五六度以下的时候就去给它进行冬检 然后第二点就是冬检期间的浇水 冬检前最好是保证一星期和冬检后一星期 大家都不要去给它浇水 因为我相信有很多花友都会遇到一个问题 冬检了之后会发现检口处会有一些枝叶流出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伤流的现象 伤流就是因为这个枝干里面水分比较多 你有一个检口它就有那个枝叶流出 然后如果我们再额外的去给它浇水的话 那它流出来的这个枝叶会更多 因为水分比较多 它这个枝干是一直吸水的 吸的水多 那它就会从这个伤口处流出来 所以大家尽量是保证在冬检的前后一周不要去给它浇水 还有就是花友会比较关心水溶肥的问题 既然连水都不能浇 那大家就不要再去给它浇水溶肥了 大家可以在冬检的时候 就是如果说你真的是想给它去给一点肥的话 那建议大家去给它买一些缓氏肥或者有机肥 比如说羊粪是可以的 这是没有关系的 只要不去给它浇水溶肥都可以 第三个呢 就是冬检的这个天气 我们尽量是选择冬检前后最好是十天的时间 一定要是晴天或者是多云的天气 不要出现那种大雾天气 甚至是下雨 因为有雾或者下雨都会增加它这个伤口 周围空气的湿度 还有就是下雨的话 盆土湿了 这个伤口会有一些 会有更多的枝叶流出啊 然后也会造成它这个伤口感染 然后有可能会发现这个枝条 虚拣完了之后都会发黑 一直黑到下面这个雅点 就是因为天气过于的潮湿 然后下雨造成的 尽量是选择晴天或者多云 第四点呢 都是大家可以像我这个样子 削剪完了之后给这个减口处抹一些这种愈合剂 像这个愈合剂呢 它一方面是让这个减口减少伤流的发生 然后还有呢 这个愈合剂它里面是添加了一些药的 所以它能够预防一些病害从这个减口侵入啊 但是我们在抹这个愈合剂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剪完了之后就要立刻去涂 把这个减口全部都要抹掉 不要像我这个样子 我是剪完了之后又等了一段时间 这个伤口已经有枝叶流出了 我才去给它抹 像这个它流的比较少 所以抹了之后它很快就干掉了 但是像这个 它这个枝叶流的比较多 所以抹完了之后 那个枝叶流出来 把顶上抹的这个愈合剂又冲掉了 所以看到这个剪口处其实是没有愈合剂的 所以像这种呢 大家在后期一定要再去给它补 补抹一次 一定是刚剪完就去抹 这样子比较利于它愈合 能够干的比较快一点 好了 那今天关于冬剪月集 要注意的一些小问题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觉得这期视频有用 就点赞关注转发吧 如果有其他关于氧化的问题 可以在视频底下留言 我看到的话都会回复的 拜拜